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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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的一个发小和我的闺蜜呢是恋人关系 就在聚会上认识他们两个 肥水也没溜外人田 对他们俩来说 感情好吗觉得 感情我觉得还行 除了她不支持我的工作 工作 她那什么工作 就每个月只能赚回来一千多块钱 你不能拿这个钱来衡量一份工作 知道吗 而且就是她平时的时间里 就是游手滑闲 在家里边打游戏 溜溜狗 什么事都不管 我店里边那么忙 她都不去店里边帮我忙 而且去的话去过一两次 每次都跟我的那个客人吵起来 还都要我去给客人之后去道歉 这事才算了 她每次都是这样 做什么职业的小伙子 现在做平面模特 然后双眼车展什么的都接 挺好呀 但是模特有那个 一个月要买十几件衣服 每次他约我去逛街 他说我带你去逛街吧 我还挺高兴 到场场了之后就疯狂购物 大宝小伯临十好几件回来 我一件没买 而且都是你问他全花的我的钱 每次都是这样 那我不得打扮自己吗 那我除去了 我也得打扮自己 让别人看得我很帅呀 现场这么多人 你问谁一个月 能买十几件衣服啊 我一年才买多少 我除去要比更多人看着我 然后我活动会更多吧 活动更多 你这小烧烤店就不用开了 对你现在全虚无缥缈的事 根本抓不住的事情 老是用这种事来说 老是说以后以后 我说是现在半年的时间了 你有什么回报吗 你有结果吗 没有 那我现在活动是不是 比以前多了 是多了 原来一个月两场 现在一个月三场了 也是多了啊 这增长率还特别高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增长 对半年少一场 买衣服花谁的钱 有我工作证的 有老妈补贴的 也有她帮买的 她帮你买的有多少钱 没算过 没算过啊 就花的那么心安理得 这不过 这不过她 要她跟我前期投资吗 那以后万一我火 那这不过还要我养她吗 那要反映你没火呢 那只要我坚持 那没准能火呢 要没准就没火呢 那 反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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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帅 你就帅 你是觉得你特帅吗 反正我感觉 我这是无添加的 然后自爱美 反正我妈都给我成这样 反正我感觉挺帅的 对 每次都这样 而且她还特别夸张 你知道吗 主持人 就是她如果不出屋的情况下 每天在家里边 一个大男生 我现在实在理解不了 每天就换好几身衣服 我回头就拍各种照片 拍你就拍呗 拍完之后就发到我微信上面 她说 你朋友圈人多 你帮我发一下呗 我刚开始还发了 现在我朋友都问我 她说 我见过那个微商人 那老刷屏那个发产品的 我没见过老刷人的 怎么着 改孩儿了 贩卖人口了 那你带我出去还争面子呢 就你那些女性朋友 带出的那对象 有我好看吗 那我还跟你争面子呢 你自以为吧 那人男朋友 哪个不对女朋友特别好啊 为以后的未来着想 一不一个脚印的你呢 每天就知道做梦 我感觉现在 我以后八百个闹钟 我都闹不醒她了 那一般基本上搞对象 之前都一见钟情吧 那你怎么跟我搞对象 不还因为我帅吗 是 现在我都看你恶心 我种海的感觉 我想吐 真不靠谱 那真的 就是我感觉她这个人 就跟正字跟都没有关系 半年可以换三个职业啊 跟正字没有关系你 反正我跟帅有关系就是 那是 完全无可救药的这个人 我是拯救不了她了 这半年都换了三个什么工作啊 帅哥 反正第一个就是销售酒嘛 啊 销售酒 然后我还不怎么爱喝酒 然后还得陪客户喝酒 谈生意 然后后来我就辞了 好 第二份 第二份就是干一个酒店主管 说是主管一开始感觉还挺好 但后来就是客人来了 我还得帮人拿东西 然后还得管着下面 下面人干不好 上面人都骂我 反正别人能干的事 你都干不了 行 辞了 第三份呢 第三份他介绍的 啥工作 他想就是说 原来我也做那个活动主持的 后来才自己干的烧烤店 他说那个 那我也想干一份原来你那样的工作 我说那行 我就托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 我做的原来的工作 好不容易进去了 他原来没有接受过培训 去给他培训了一个月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厂家的活 提前一天给你厂家放鸽子了 我朋友给我这一通说 我脸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那不是人家背后戳我几年吗 说我靠关系继续的关系户 那是不是呢 然后我主持也不好 那你主持得好 人能说你吗 那我刚去 刚培训完 人家就让我出活动 还是没人去的活动 让我去的 然后背后还说我靠关系来的 人能做你就不能做 反正就是人能做的活你都不能做 反正我现在找着我自己喜欢的 人家找个工作 不就应该找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吗 然后你还不支持我 对 那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回报了 最搞笑的是他 有一次他朋友结婚 他连五百块钱分子钱都拿不出来 上午给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 你去我朋友那儿一趟吗 他说那个下午有一活动 那你结婚上午 你跟你下午有什么关系 上午就在家里边打游戏不去 实际上他就是拿不起 那五百块钱分子钱了 就知道来找我了 我下午出活动 上午我是不是得打扮自己 我是不是得换衣服 你是我对象 你帮我去个婚礼怎么了 对 什么都有理 你那店生意怎么样 我那店生意还行 挺忙的 他去帮忙吗 去了两次之后 每次都和那个客人吵起来 是因为别人比他帅 什么呀 他就是感觉 我长得帅 我不能干服务员 老丢人了怎么着 他老这样想 完了就客人点菜 他就拿那个菜单子 啪往那一甩 那谁吃饭不生气 谁都生气 那你说我平时接平面接车展 然后你让我端盘 从那边烤串 你就合适吗 然后别人拍怎么办 你哪好了 别人拍着你怎么了 但是谁拍你呀 那万一拍呢 你哪那么多万一 大马路上长得帅的人那么多 现场比你长得帅的人也多 谁怕拍了呀 那 你也没干什么丢人的事 谁能说你呀 那他又没自信呗 那人家有自信 能一步一个脚印 你怎么就不能呢 怎么就一步一个脚印了 你怎么一步一个脚印了 我现在也找一个 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个工作也挣钱 没准以后挣钱呢 对 老是没准 那你的小烧烤店还开什么呀 当我经纪 当我助理不就行了吗 那你现在穿的衣服 不都是我烧烤店 给你蒸来的吗 对 气死我了 让他做助理对吧 对 让他做经纪是吧 对对对对 还真是不忘本啊 打算什么时候火呀 时间到的时候就火了 什么时候时间到啊 反正经过自己努力 我也不知道自己啥时候能火 行 就是喜欢是吧 现在不喜欢了 分啊 他不分啊 所以我这次来 我就想让他分好了 为啥不分啊 我坚持我的梦想 但是我不是不爱他呀 这只要是他是太强势了 他一点都不支持 那你 他稍微再退一下步 支持我一下的 对对 你让他怎么退步 你说吧 就是 我也可以去烧我家帮忙以后 但是就是我有活动的时候 就不要阻止我 稍微地鼓励一下 不是 你一个月不就三场活动吗 他那意思 三场都不让我去 你为什么不让人去啊 他去了也没用 他去了就是他 老拿这三场活动来 前期就各种各样的 倒腾自己折腾自己 特别能折腾 老折腾 我明白了 就是说 其实火可能没接上 但是为了去找这个火 天天导致自己 对 就是那个馒头比T大呢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现在应该算你的投资人 对吧 那以后会有更大的回报啊 我知道 我知道 他现在算不算你的投资人 算吧 算啊 既然你认定他是投资人 他给你投了多少钱 你有数吗 反正以后我挣钱也都全拿的 你别反正 你得有数啊 咱不能做亏本买卖 没有 对吧 在他身上花多少钱了 每个月最少要有五千左右吧 半年时间大概 三五万 三五万 对 差不多吧 你 我也给他花了 还好意思说呢 你说主持人他一个月挣那点钱 打游戏还要充几百 满衣服一件衣服就几百块钱 懂了懂了懂了明白了 就等于他养着你呗 我基本上吃喝拉撒睡都不用他管的 谁管 他就平常的时候帮我买衣服 不是谁管谁管 我妈 一个大妈一个小妈 你看看这日子过的啊 大妈管吃喝拉撒睡是吧 小妈管什么来着 买衣服 你要分现在是吧 对 他不同意 如果他这样的话我肯定不能不能在一起了 他哪样你就还能在一起呢 如果他要是可以就是 踏踏实实的 真正紧紧的找份工作 哪怕你挣的不多也好 别这样了 每天太太活在幻想里边了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找一份工作 只要他踏实 其实挣钱多少都没关系 对 听明白了 帅哥 听明白了 但是 我的梦想不能断的 要是有活动的话 我还想去活动 行吧 你当初看中的就是他帅吧 当初因为那个他老是说 说实话 是有关系 那不还有关系吗 嗯 你又有理了 现在要觉得你不帅了行吗 行 应该怎么办 老师们你们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始终说自己帅 你觉得帅就可以做模特就会有发展对吗 有机会 对 那你能告诉我 做一个优秀的模特 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长得帅 对镜头有镜头感 嗯 上镜 还是长得帅 就长得要上镜 努力 在哪方面努力 工作方面或者是打扮方面 还有什么方面 没了 没了 我告诉你 至少还有几方面 第一 文化修养 你得要了解 包括舞台 包括灯光 包括音乐 包括走姿 都要下功夫的 请问你花了多长时间在这些方面 有没有去参加过专业的培训啊 没有 你的模特步走得怎么样 就走一个呗 我会 走一个呗 来来来来来来 走一个走一个 走嘛 我们这舞台多大呀 大秀场 来 开始 好 新奖了 来来来 请 好 谢谢 你能告诉我 你在走的时候 你心里是在想什么吗 帅 帅 帅 酷 酷 完全错误 一定不是表现自己 模特表现的是你所驾驭的这衣服服装 包括整个的感觉 不是表现自己 当然都可以知道是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 你没有把自己赋予的时间 空闲的时间去用于提高自己这方面的一个修养 而是在遛狗打游戏 你的确挺帅的 但是 仅仅这种帅是完全不够 而最重要的 给人感觉是气质 从内到外的这种帅 不是表面五官的帅 回到我们爱情本身 你为你的另一半付出了什么 在这一份爱情当中 你所担负的责任是什么 都没有啊 你现在在外面是靠自己的这小妈 在家里是靠自己的老妈 没有男人的责任 也没有男人的追求 帅不是自己说的 你不一定是长得帅 工作上很投入 帅 对爱人非常的用心 帅 你都没有 你一点也不帅 但是变帅很简单哦 你只要好好去爱自己的爱人 为你们的爱情好好去经营 你所有这些付出很帅 再加上你的面容很帅 这两帅加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是一个很帅的男人 同时脚踏实地的话 就会更帅了 好吗 希望你早日成为 你想成为那样的帅的男人 就这样 好 谢谢 这个小伙子你好 其实挺为你担心的 你认为只要帅就能改变一切 帅就可以征服一切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所以我就挺为你担心的 你内心深处找不到 其他炫耀自己的方法 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的帅 因为他可以为你获得最大的利益 你不需要付出很多 你不需要去端盘子 然后有人给你工作 就是拍照片 让你当模特 而且你的女朋友非常喜欢你 你就拿她当了一张信用卡 或者是找她带了个款 用你的 人长的上镜 不如有一颗上镜的心 刚才走那么几步 压根就没有普通我们所看到的 男模在场上的那种 落落大方和驾驭能力 眼中充满自信 很多模特 有的时候也靠脸吃饭 但现在的模特文化水平可不低 英语也特别好 而且每天苦练台步 长得好就可以做模特 你长得很帅吗 我知道肯定比我帅 但我想送你一句话 我很丑 可我很温柔 你很帅 你不懂爱 一个男人为什么要过得这个样子 行了 说说你吧 你大概对她是有爱的 你就跟很多饭花吃的女生一样 一开始也是被她的帅所蒙蔽 于是跟她相处 久而久之你发现她的内在和她的外表 反差极大 你就觉得没意思了 所以你刚才才会在那说那样的话 你说我看见你都想吐 这是刚才你的原话 这不都是你灌出来的吗 所以我常常在想两个极不和谐的场面 一个是一个女生 汗水淋漓的在那烤串 另外是一个男生 穿着正亮的皮鞋 在台上走模特步 按道理来说 你是苦苦经营一个烧烤店的 还算是挺上进的一个女生 自给自足 你怎么会喜欢这么一个臭小子呢 为什么会把自己 心情汗水挣来的钱 就给他买衣服 买化妆品 导致自己 怎么会呢 有些男人虽然不帅 但他对生活的沧桑有自己的驾驭 他虽然或许没有更多的生活当中的经验 但他体谅你的苦 知道你烧烤 烤串不容易 其实那样的男人 比这样的男人要可靠多了 就这样 话说的重一些 是因为 大家想 因为年轻嘛 是吧 如果今天是一个课堂 三位老师能够让你明白了 做人的道理 或者实现梦想的正确途径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不要这么昏昏噩噩了 从今天开始 加油 你也一样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这么长时间了 我真的是累了 原来你也说过 好多次 要改呀 或者是来我烧烤店什么的 就是今天来 你还是得态度 老师也说了这么多 可能是我纵容的吧 所以现在我选择了 我放开你 我放手 我去改 我会去烧烤店帮你忙 我叫大师弟 然后 好好跟你在一起 回去吧 梁美 开门 来 我和她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异地恋 距离总是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我们每天只能隔着屏幕交流 有时候她的一句话 就能影响我一天的心情 我真的很想她 经常都会梦到她 但是醒来之后 却发现自己还是一个人 我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 我决定去她的城市生活 但她真的让我很失望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跟她继续在一起 我能走进你的心吗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恋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7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杨 29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工程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小编里面说 异地恋了很长时间 这个很长时间具体指多久 一年半 一年半的异地恋 后来小编又说了 你为了她放弃了你的工作 对 到她生活的地方 就是河北是吧 不 在北京 在北京 对 其实我毕业以后 我就一直在北京工作 然后我们俩是在北京认识的 然后相恋的 相恋了半年左右吧 我由于工作的原因 被拍到了外地 然后就开始异地恋的这种模式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问题 变得越来越多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所以我就辞了工作回来了 可是回来以后问题 一开始我觉得一切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直到我的工作被调到了外地嘛 我刚去了以后 感觉很孤单 很无助 那个时候我就想给她打电话 倾诉倾诉 一开始也还好 她也会听我说呀 安慰我什么的 到后来她总说她工作忙 那天我生病了 我下午没有上班 那个时候很想她 然后我就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我说你在干嘛呢 亲爱的 等了好久她也没给我回 最后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 结果电话接通的时候 对面特别吵 她说我在陪客户应酬KTV呢 完掉我再打给你吧 结果我电话还没挂断呢 我就听见有一个女的在喊她 她说别聊了 赶快过来唱歌吧 然后挂了电话以后 再打就没有人接了 那本来就是啊 我跟你解释过 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说我是在陪客户 那他们给我电话 抢过去了之后压掉 那我在陪他们陪完歌之后 我也给你打电话 也解释过这个事情啊 这是在异地的期间是吧 没错 还有什么事啊 最主要的就是 她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淡 到后来就变成 一天只发几条信息这种 每天就收到她两条 一个早安 一个晚安 而且这还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 不管说对方多忙 一定要发个信息问候的这种 我觉得她一直就像在 例行公事的那种 根本就没有什么例行公事这样的事 是 早安和晚安的事 我们俩是约定好的 证明我心里面是有你的呀 我就觉得她是不关心我 我都是每天看天气预报 一到那个要刮风下雨了 我就会给她发信息提醒她 就加衣服呀 带伞之类的 然后有一天我下班了 特别晚了 下雨了 然后没带伞 就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 也有那种恋人什么的 人家一块在伞下走 那感觉真的特别地失落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她又是给我挂了 不接听 我跟你解释过 当时我在开项目会议 我不可能把其他人都撂在那儿 然后我去跟你包电话招 你觉得这合适吗 那你就算是当时打一电话 那我能化作一个伞 我就飞到你身边去 可是我重点根本不是 让你给我送伞 我是觉得 你应该多关注我一些 到了这种时候 你就不能问一问吗 你是不是带伞了 吃饭了之类的 这些问题 我们俩都已经 就好像咱俩像一个陌生人 我们俩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觉得呢 行了 咱不说这点事了 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 我回来以后 我本来以为 我们俩还能回到原来那样 可是我觉得 在我回来以后 它完全跟原来都不一样了 原来我们在一块的时候 话题也挺多的 一块聊音乐啊 电影啊什么的 然后好吃的之类的 现在就是经常各自拿着手机 然后沉默不语的那种 而且她生活习惯好多也变了 原来她从来都不吃辣的 到现在每次出去吃饭也要吃辣的 然后喝汽水这个问题也是 原来她特别喜欢吗 我就给她买 放在那儿了 结果她动都不动 然后我就很好奇 问她为什么 她就说 人能会变呢 就这么一语带过了 你觉得我能接受吗 在我不在这段时间里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我们俩的感情都被影响了 这感情这个事和这个 我这生活习惯 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以前我不吃辣 那会儿我脸上起痘痘 那现在每次出差 去南方回来就能吃一点辣 然后现在喝汽水呢 以前我是挺爱喝的 大学刚毕业 还是踢球 打球这样的 爱喝饮料 那现在我要养生这样的 我不喝这饮料了 现在也不行 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 和我们感情总是能纠缠在一块呢 不是 你究竟做了什么 如果你没做什么的话 这姑娘怎么会对这个 都这么在乎呢 之前有这样的 就是 还是有事 你说吧 那天我是陪我哥们去喝酒去了 因为我这哥们失恋了 两个人喝的就挺多了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我就没接到 然后第二天 我也给他解释这个事 但是他就从那天开始 他就非得说 我跟别的女人去鬼混去了 对呀 我等你等到了12点多 然后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一直到后半夜三点多了 他还没给我回复 我就各种的 各种可能性 各种想 如果在这个期间 他真的跟某一个女人鬼混了 你还要他吗 我接受不了 没有过吧 但是我真的就没有过 有还是没有啊 没有啊 然后从那之后 你不知道 有一天上班给我打一电话 说在我们公司楼下 我说上班 你怎么会在我们公司楼下 然后那个 他说你不下来我就走了 我下去了之后 他真的在那 我就说了两句 我说你这不是上班吗 你又没出差 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那我为什么那么远赶回去 我还不是因为想你吗 他扭头就走了 观念是 过了那么长时间了 然后你都没去看过我 我坐了挺长时间的 火车回来找你了 我本来就是期待说 能有一个拥抱啊 一个惊喜啊那种的 结果他就数了我啊 说我不理智啊之类的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都已经这么大了 没有必要 就真的就是这么孩子气的 直接就回来 或者怎么怎么样 那有什么问题 我们俩直接沟通好 就可以了呀 我一直觉得 我是在为我们俩 这件感情争取 我在做努力 我在维护 在他眼里 就变成了一种 那个不可理喻的那种感觉 那你争取的时候 你是这样争取的吗 给我发一短信 说我今天吃药的时候 看了一条新闻 我觉得什么新闻 这是我第一个反应 我就给回过去了 然后他说你不爱我了 然后我当时就懵了 我不爱你 和我这条新闻 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前段时间 网上挺流行的 一个测试 然后我看好多朋友 都在 测试 对 对你拿这种测试来 然后我就发给他了 就什么测试 你给我们讲讲 就是说 我今天吃药的时候 看了一条新闻嘛 他要关心你 他肯定要问你 为什么吃药 而不是什么新闻之类的 可是我发给他 他就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我当时挺生气的 心里特别不舒服 他就是不够关注我 他总是找各种借口 各种理由 那是异地前 还是异地后啊 那时候还是在异地的时候 那你还辞了工作 奔他去啊 他都不关心你了 你怎么想 但是我是舍不得 我们之间的这段感情 而且又有 初中同学的这个基础 我觉得他的为人 当时是觉得挺好的 然后 然后我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我本来以为 就好多问题都会消失嘛 但是 现在就特别没有 共同语言 他发朋友圈什么的 经常发一些 特照嘛 然后我每次问他什么的 我就想 不想被他挤出去 我就想赶快追上 他的世界那种感觉 然后我问他 他特别不耐烦 总是懒得理我 其实你问我也行 问这个人 假如说那个跟您照一照片 然后他肯定 这是谁呀 然后怎么认识的呀 跟他那个交往够长时间了 然后跟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吃一饭 连吃什么菜他都要问 你不觉得这特别启发吗 我哪有问的那么 我觉得真的是挺正常的问题 你跟那些小姑娘照他才会问 你为什么 你还把我朋友圈屏蔽呀 你至于吗 我就那一条屏蔽了好吗 那你还想几条啊 我们同事培训 培训了之后 然后大家一起聚聚餐 人太多了 我真的不想给他解释 那么多人 我是怎么认识的 跟他们是 那个怎么交往的 你不觉得特别烦 你还怕挨个说 几百号人的过往是吧 要不是我们俩 那个朋友给我截图 然后问我那照片 有一个人是谁 我还不知道呢 你要心里没鬼的话 你至于把我屏蔽吗 解释解释又怎么了 我有什么可有鬼的呀 我就是因为我不想去 说那么多的那些 没有必要的事 我问几个问题行吗 成 你今年二十七 女生二十九对吧 女生应该在心里 挺想结婚的吧 对呀 爱她吗 爱 娶她 娶吗 我就是想再等一等 等多久 等个一年半再来的 为啥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经济这个压力呗 你在乎经济上的事吗 我不在乎 北京没房 嫁她吗 嫁呀 她不去 北京没车 嫁她吗 嫁呀 好 去不去 人家不在乎 女人可以不在乎 但是男人 你需要不在乎这个 你可以不用在乎兄弟 其实现在她 接触这个问题 你看 我真的是 听来听去 不是没安全管 特别的伤心 你知道吗 这是要嫁了 那是不太想娶 本身我年纪就已经长他两岁了 然后又快到三十了 到了这个年纪了 然后我父母都特别的着急 然后我回来以后 别提父母 我就有事 就是咱俩结婚这事 我觉得咱俩谈就好了 就没有必要 让你的父母来一起胁迫我 你知道吗 怎么叫胁迫了呢 前段时间 在你那怎么就变质了 然后给我约出去了 去了之后就直奔主题 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要小孩 我当时我觉得 真的就没有必要 我们两个人的事 就我们两个人解决 就得了呗 想娶她吗 那说实话 别拿肯定 想娶 发自内心的想娶 明天跟她领结婚证行不 明天领证 我 你看 所以就为难你们了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之间 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是你们俩能够在一起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 如果你们之间的问题没有了 你们俩在一起的意义 不如死 女孩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 就是 她是你初中同学 这是你一开始就强调的 对 你觉得 我应该很了解她 没错 因为我们那么小的时候 就在一起 对 对 这个感觉 但其实 对方不是自己 想爱的那个人 趁早分手 你们俩之间的交流 平淡的可怕 为什么不敢承认 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爱错了 我最讨厌一个词 放在爱情生活当中 就是日久生情 日久真的生得了情吗 如果有 那一定不是爱情 不过是一种习惯和依赖而已 这种感情 可以产生于人与人 也可以产生于人跟桌子 人跟扫把 和长久能够见得到的 一种没有生命的事物 我们也会产生 这种所谓的依恋的情感 但这绝不是爱情 这就是你们之所以到今天来 谈得非常的平淡 甚至连争吵 都彼此没有强烈的情绪 所以有些恋爱 看上去像恋爱 有些恋人 也只是看上去像恋人 其实不是 每天偶尔几个电话 就是恋爱了 但为什么 在真正要谈到结婚的时候 又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什么呢 缺那么点 干柴烈火的意思 那既然是这样 索性承认 我们爱错了 我们只是熟悉的朋友 却从来没有恋人的电光火石 那索性就承认吧 这些年的光阴没有浪费 也许它是一种友情 也许可以帮助自己 看清事实 这也算是一种收获 就让这淡淡的友谊 别纯纯的友谊继续下去 不要再以恋人自居 不要以为是就是 其实不是的 就对 你觉得 他们说的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是 其实 好了不用回答了 没关系 其实大概最清楚 你们这段关系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自己 都不是初恋 你们懂 你们懂 剩下来是你们自己 拷问内心的时间 我希望今天在这个现场 你们用好这个机会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 之间没有像老师所说的那种 没有爱情 只不过是我觉得 由爱情逐渐地转化为这种亲情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 太偏向于理性 然后有这种不解风情 但是我真的觉得 人就是这样嘛 凡事都得考虑 咱俩要考虑 父母要考虑 以后生活之后 有小孩也要考虑 我觉得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女生所不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男生 一定要考虑 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变化 好 时间到 你没听这姑娘的这个心声 有点遗憾了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爆节目中 得到图里一对一的指导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爱奇艺 收看本期节目的完整视频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请开门 爱情保鲜剂 来 图老师 爱宝官微的爱情社区网友提问 我性子比较急 性格内向 我跟老公相亲九天就订婚了 他能说会道 我和他吵架 他从来不让着 我越吵感情越不好 现在婆婆也来到了这里 偶尔会和老公暗示我不好 我们俩以前也为婆婆吵得很凶 而且我们俩一吵架 就把以前的事情 拿出来说话 我该怎么办 性子那么急 就别那么早订婚 嘴巴那么笨 就不要老找人吵架 两个人都说不清楚的东西 就千万别把婆婆也带进来 你现在要做到的是 闭上嘴 管住腿 优雅的女人才最美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中来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 端营百元现金